权威代理雇佣案件解决劳资纠纷 请找妹021-254-2903 在一般情况下 高血脂是一种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疾病 但是有些患者也有疑惑 如果体检时发现血脂数值正常了 他听类药物是不是就可以停用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高血脂的问题 降脂治疗是长期的 当血脂降低至标准范围时 随便自行停药是有一定风险的 只要是需要吃他听 而且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副作用 就应该按时吃药 长期吃药 甚至是终身服药 如果一个需要长期服用 他听药物的患者擅自停药 轻的就可以导致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或甘油三支进一步升高 甚至反弹到比用药之前的水平还要高 重的就会诱发一些疾病 比如出现不稳定型心脚痛 心肌梗塞或者是脑梗塞 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有两种情况是需要停药或者是必须停药的 单纯的血脂异常 这一类人群在服药的过程当中 同时注意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经过了一段时间服药以后 复查血脂都非常理想 一般建议患者把他听的剂量减半 再观察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再复查血脂 如果血脂的水平依然非常理想 就可以停药了 吃药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跟药物相关的副作用 比如说难以忍受的肌肉疼痛 或者是肝梅 积酸积梅的升高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 服用他听类药物的注意事项 看酱汁是否达标 在服用他听的过程当中 需要定期去复查血脂 然后请心内科的医生 来评判一下是否酱汁达标 观察有没有副作用发生 一般来说 副作用发生的时间 大多是吃药两周到四周的时间 比如出现了一些 跟药物相关的肌肉疼痛 或者是肝梅 升高等情况 也需要及时到心内科去就诊 因为有些现象是一过性的 是不需要挺药的 有一些情况是需要将他听的剂量减半 或者是换成其他类型的他听 还有一些情况是需要 必须马上停用他听 而且需要及时处理的 健康的生活方式 只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作为基础 他听才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 有些人认为吃了药就可以放纵自己 继续高糖高脂饮食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 吃素就能降血脂吗 虽然素食可以改善血脂异常 但是如果长期只吃素食的话 很容易陷入营养不均 选择不当等饮食误区 控制血脂也不是拒绝摄入脂肪 适量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反而有利于降脂 比如深海鱼 坚果等 三 高血脂不能吃鸡蛋吗 可以吃 但是不能多吃 每天不要超过一个鸡蛋 鸡蛋蛋黄的胆固醇含量 大概在200毫克左右 对于高血脂患者来说 每天摄入的胆固醇 应该控制在300毫克以内 所以每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 并不会引起血脂过高 但是对于已经发生关心病 脑梗死等 动脉中央硬化性疾病的患者 还是应该适当地控制饮食当中 胆固醇的摄入 每周三到五个鸡蛋即可 四 胖子才会得高血脂吗 血脂与身材是没有关系的 高血脂一般与遗传因素 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的关系 比较大 况且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不同 其患病的风险也不一样 肥胖的人如果只是皮下脂肪堆积 没有其他疾病影响的话 血脂是不一定高的 而瘦的人也有可能受到遗传 环境和疾病的影响 患上高血脂 五 血脂一直降不下来会怎样的 血脂水平降不下来 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增加 也就容易形成斑块 当斑块脱落以后 就会逐渐地形成血栓 血栓形成在什么地方 就会给那个地方带来沉重的打击 一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血栓比较容易在两处形成 一个是心脏 另一个就是大脑 当心脑血管动脉发生硬化之后 心脑血管疾病也就可能随时上门 甚至有些急性的随时都可能要命 而一些长期形成的损伤 并不会很快要命 却会影响到心脏 大脑 以及神经的正常工作 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头晕 头痛 偏瘫 中风 心梗 关心病 二 引发肾病 除此之外 血脂一直降不下来 对肾脏也会造成比较大的损伤 主要是肾脏工作也需要较多的血液供应 而肾动脉硬化容易导致肾脏工血不足 没能得到充足血液供应的肾小球 功能变差 肾脏负担增加 时间久了可能会引发比较严重的肾病 三 加重糖尿病病发症 除了肾病 也要小心血脂高连带出现血糖高的问题 血液的粘稠度上升 对于本身血糖就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可能会更加容易引发病发症 六 血脂降不下来 这四种食物要忌口 一 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 尤其血脂控制的不是很好的人 如果过多地涉入高胆固醇的食物 容易破坏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稳定性 从而给血管带来更多压力 胆固醇含量较高的食物 包括动物内脏 肥肉 浓汤 蟹黄等 这些食物再好吃也要管住嘴 二 啤酒 本身酒就会对血管形成伤害 啤酒又含有较高的热量 这一点对于血脂高的人来说 可能会更容易给血管添毒 还有一点 喝啤酒不容易醉 喝的量也就容易多了 三 咸鸭蛋 对于高血脂人群 咸鸭蛋不仅含有较多的盐 脂肪含量以及胆固醇含量都很高 吃太多会对血脂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 甜食 不管是高血脂人群还是健康人 都不建议吃太多甜食 人体不能够即使代谢出所有的糖分 也就容易变成脂肪 就可能会对血管形成伤害 七 饮食控血脂 建议做到这三点 一 少吃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脂肪 如果摄入过多 会增加体内胆固醇的含量 从而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 您可以这样做 做饭的时候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少吃油炸食品 糕点 少吃猪肉 牛肉等红肉 多吃鸡肉 鱼肉等白肉 全脂牛奶可以换成脱脂牛奶 二 多吃植物固醇 多摄入植物固醇 体内的胆固醇就会随食物残渣 排出体外 从而达到控制血脂的效果 一般的水果蔬菜当中都含有植物固醇 不过植物油 豆制品 坚果 含量更高 不过要注意的是 坚果的脂肪和热量较高 不建议吃太多 每天一小把就可以 也就是大概25克左右 三 多运动 规律且适量运动 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 从而使得蛋白酶的活性提高 达到酱汁的目的 根据自身的情况 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比如说慢跑 快走 游泳 爬山 打太极等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